哈囉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頻道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大家好我是寗官 歡迎我們中時觀眾跟粉絲朋友掃描QR Code 訂閱年代向前看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看昨天俄羅斯部分撤軍 全球股市大幅的反彈 但是昨天晚上美國公布的PPI 生產者物價指數 仍然高達9.7個百分點 外界關係 整個通膨還在惡化當中 同時俄羅斯儘管喊要撤軍 烏克蘭立刻遭受到俄羅斯的大規模網路攻擊 烏克蘭的總統直接形容 北約如夢一場 這一回合的撤軍到底是不是被北約出賣了呢 外界事實上還觀察 拜登非常妙 他今天仍然公開指正立立的說 俄羅斯仍然可能入侵烏克蘭 局勢複雜多變的同時 美國國會32個參議員推了一個新法案 這個法案直接準備制裁北溪二號 這個為全球能源市場 再添一個全新的變數 同時俄羅斯也搞大內宣 三月份即將上檔的大片叫做雙子星計畫 這個計畫的影片就是說 斯拉夫民族拯救全人類 這個跟中國的大內宣也很神視 但是習近平神隱了八天外界關心觀察 到底為什麼 這段時間並沒有曝光 事實上印度最新的動作是直接封殺了54款中國的APP 其中包含了抖音跟騰訊相關的重要APP 而中國又嗆了印度 不過今天有一個很妙的太空大戰的新聞 台灣跟美國跟印度合作了一個混血而衛星 事實上發射成功 而同時在美國天文學家判斷 中國的火箭殘骸這一次要惹禍了 很有可能太空垃圾即將要撞月球 這背後會帶來什麼樣的政治軍事經濟的變化 我們待會兒要好好聊聊 今天現場我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是科技公司執行長林怡靜 大家好 再是王志盛 大家好 再是宋承恩 大家好 再是成員專家紀委名 大家好 再是文杰 大家好 再是黃創下 大家好 好我們看俄羅斯暫時一部分的從邊境撤軍 固然讓全球金融市場鬆了一口氣 可是局勢非常的複雜 首先第一個是美國國會直接提出新的方案 那準備要制裁的是北溪二號相關的這一個企業 然而同一時間拜登指證利利 他說俄羅斯隨時真的可能入侵烏克蘭 好創下剛剛看到的是拜登在俄羅斯在這個烏克蘭邊境部分撤軍的同時 拜登仍然在公開的記者會上指證利利的說 俄羅斯隨時仍然有可能入侵烏克蘭 而同時美國國會現在準備制裁 所以最新的方案瞄準的是俄羅斯跟北溪二號 雖然普丁跟德國總理肖茲見面之後宣布說我們當然不希望戰爭 我們希望繼續的談下去 然後國防部也宣布說一些俄羅斯參演的軍隊已經返回駐地 但是這個情勢裡面美國很多情報還是認為說普丁可能在玩的還是一些和緩的戰略上的一個轉進的一個策略 還是隨時有可能入侵烏克蘭 特別是在他跟肖茲見面的時候還特別提到了北溪二號 因為整個天然氣北溪二號對德國來講非常的有吸引力 也非常的有壓力 所以呢烏克蘭總統還特別講說 其實普丁是拿北溪二號當成武器化戰運用 而面對普丁這個狀況呢 美國的國會也出手了 美國國會外委會的首席參議員 帶領著共32位整個共和黨的參議員提出一個法案叫做永不放棄歐洲領土法案 說如果只要普丁敢入侵烏克蘭的話就要去正式制裁北溪二號 而不但要制裁北溪二號 還要去制裁普丁以及普丁親信所控制的俄羅斯國銀事業國銀銀行這些財產 另外他們還特別立了一個五億美金的外國軍事預算 這個外國軍事預算是什麼呢 你真的入侵的時候有2.5億美金緊急預算 其他的是緊急的提供烏克蘭防空飛彈等等的致命性的武器 然後在此時此刻雖然普丁呢 現在這個軍隊還圍在那邊15萬 然後呢也讓整個烏克蘭說整個好像他們加入北約 因為明斯克協議普丁跟法國德國在談的時候 目前加入北約這件事情對烏克蘭來講有如夢一場 可是普丁這一次也讓美國的勢力往北歐東歐繼續推進 目前呢整個美軍呢有2000名的軍隊 還有數百輛的車隊從德國出發往東走 進過斯洛伐克 那斯洛伐克就跟烏克蘭直接接壤了 參加一個軍刀突擊的一個演習 所以這個時候等於是東歐 美軍又在利用普丁這次的機會裡面 美軍和北約的勢力繼續往前突進 而且先前的時候呢已經在羅馬里亞保加利亞 進駐了接近千名的美軍 然後此時此刻整個北歐還有立陶宛 波羅的海都發現普丁的威脅了 所以呢丹麥從1951年跟整個北約簽訂了一個協防協議 70年來第一次要換約 而這換約裡面要求可以允許美軍常駐丹麥 而立陶宛的總統 那美軍就直接進駐到東歐啦 就是北歐都進去了 東歐也進去了 然後甚至於立陶宛的總統也在直接的希望說 他們立陶宛希望美軍能夠常駐 也就美軍直接進入了波羅的海了 而不但如此呢 F-16已經至少有16架 已經進駐了東歐和北歐 然後甚至於在英國那邊還有四架B-52 也已經都進駐進去了 所以美國也在這個時候 雖然沒有正式的把北約軍運 直接進入到烏克蘭境內 但是也逼近了烏克蘭 也逼近了俄羅斯 而在這麼多的一個情況裡面呢 其實這個時候更重要的問題是什麼 大家還是發現說 紐約時報 華盛頓日報 還是華爾街日報 還是認為說 普丁隨時還在動手 最特別的一件事情就是 2月15號 當他宣布說 我不需要戰爭 我不想戰爭的時候 俄羅斯國會正式通過決議 要求普丁承認烏東地區 是屬於獨立的國家 那如果普丁承認的話 他們在法令上 他就變成是 這是個獨立國家 跟烏克蘭無關 所以他是不是在預備 準備進軍烏東 做一個準備 而紐約時報也特別講到說 過去的時候 其實普丁在這8年以來 從2014到現在 演習撤軍 演習撤軍 一直在玩這個遊戲 所以普丁會被攻擊烏克蘭 誰也不知道 所以此時此刻到 所以美國方面有人擔心 他昨天的部分撤離是假動作 是的 然後搞不好這兩天 又真的要追殺 因為他們是發現說 他們前面的時候 軍力最先的時候 已經突進到 1160公里以外 可是現在他們釋出了坦克後撤 可是發現很多的地面部隊 包含醫療設施 還繼續挺進 尤其是往烏東那邊前進 搭配的是 如果俄羅斯已經認為 整個烏東地區 就叫做獨立國家 所以他們是跟獨立國家 單獨的作戰 而且還有發現的是 一些雇佣兵 又進入了烏東 去針對的是電力系統 網路系統 還有國營的一些事業 是不是都在做準備 然後這個時候 是不是有可能像當年 普丁一接任的時候 車程行動一樣 說這個東西是內部震亂 而且是他們攻擊了俄羅斯 俄羅斯出兵 所以隨時還是有可能入侵烏克蘭 好 明杰 所以事實上美軍能然高度戒備 更特別的是拜登 仍然召開最新的記者會說 俄羅斯仍然可能隨時入侵烏克蘭 對 這個美國媒體先前報導說 2月16號今天 這一個烏克蘭就會遭到俄羅斯的入侵 但是目前來說沒有發生 那所以這一個俄羅斯的外交部就這一個等於說 等於此效這個美國 那表示說他其實只是在這一個打這個戰爭的宣傳戰 那表示這也是一場美軍的宣傳戰的慘敗 那也有媒體跟風認為說這個是美國 這最近針對烏克蘭情勢不斷喊這個狼來了 結果最後是情報失靈 但是是不是這樣我們反個角度過來看 反而也許是因為美國這一次不斷的敲鐘示警 那成功阻止了這個俄羅斯軍隊入侵烏克蘭的行動 那這樣的一個做法其實過去來講的確非常少見 不過去年我記得有一位美國的學者提出一個 叫偵查威責的一個概念 偵查威責就是說透過不管衛星偵查機 各式大量的對敵軍的行動偵查 那把它所有的可能要這個侵犯別人的入侵的意圖 跟行動全部曝光 那用這樣的方式來阻止這樣的軍事的戰爭爆發 那其實為什麼會有這套說法 先前就是美軍運用在台海 不斷的派這個電侦機各方面 在監控解放軍的行動 透過這樣的動作要去嚇阻中國對台入侵 那現在放在烏克蘭戰場上 似乎已經開始在應驗 那這一套的一個做法 其實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方式 其實我要另外一提華盛頓郵報 有一篇報導非常特殊 它曝光了這個華府 其實針對這一次烏克蘭的緊張情勢 組成了一個叫Tiger Team 一個老虎小組 這個老虎小組在去年底12月 就進行過兩次的實際的兵棋推演 而且一推就數個小時 那它中間召集了 包含美國的國王部 還有包含像國務院 還有像能源部財政部 所有的單位全部都來進行兵推 而且它兵推的過程非常的細膩 它甚至各種假想情況 劇本都把它寫出來 包含像俄羅斯如果入侵烏克蘭 只有一小部分 譬如說我們談到 如果只有入侵烏東 那怎麼來處理 或者入侵大部分 或者最後全部佔領的話 美國要如何因應 那會有這樣的一個兵推 跟這樣一個Tiger Team組成 主要是有前車之鑑 因為美國認為說過去2014年 俄羅斯突然併吞 克里米亞半島 美國反應不及 才會讓這樣的狀況發生 這一次絕對要全面的預防 那在兵推過程中 甚至也從這一個俄羅斯 如果入侵烏克蘭 從第一天開始推起 推到入侵之後 兩週要如何來應應 而且不是只有軍事上面的反應 包含像這個發生過程中 如果引發大量的難民 那這個要如何處理 還有包含像 在烏克蘭的美國大使館 美方要如何尋求來保護 還有甚至事後各種制裁措施 要如何一套一套的來完成 那甚至包含像俄羅斯 如果出手切斷 這一個歐洲的天然氣供應 那要如何跟這個歐盟來合作 那除此之外 他的這個國安會戰略規劃主任 有一個叫比克 還特別把所謂的黑天鵝事件 也就是不可能發生事件 全部都把它拿出來推演 包含像這個發生可能性比較低的 也就是說如果又有新型的 變種病毒爆發疫情 在這次戰爭之中 那美方要如何來協助烏克蘭 這些全部都放進去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拜登政府這次針對烏克蘭 其實確實是有備而來 那曝光這麼多的一個情資 當然是敲鐘預警 那是不是能夠阻止後續 俄羅斯對烏克蘭入侵 目前來看這一局 基本上美方跟西方陣營是勝出的 那這個普丁變成轉而尋求談判 這樣的一個手段 那當然還有包含像 因為實際上的動作 衛星情報就是顯示 這一個俄羅斯大部分的軍隊 其實都已經進入射擊陣地 最近離烏克蘭其實不到 這一個20公里之遠 那還有剛剛講到 連野戰意願其實並沒有撤 那這都是實際要作戰的一個準備 還有包含像後勤補給的這些營戰 都跟著部隊在推進 那當然還有剛剛講到說 既然宣布要撤軍 那為什麼同時間又對這個烏克蘭 進行網路攻擊 因為烏克蘭包含像國防部外交部 甚至銀行APP都受到這個阻斷式的攻擊 所以看得出來俄羅斯對烏克蘭 當然不可能如此輕易放手 那即便有比較大規模的撤軍 其實美方還擔心的 當然是俄羅斯對這個烏克蘭 打了混合式戰爭 因為混合式戰爭 2014年克里米亞半島 就已經出現過 這一次外界也擔心 有可能複製這樣的一個模式 所以混合式戰爭 其實包含剛剛講的那一次 兵推裡頭 其實就有推到說 那個俄羅斯可能用派遣雇傭兵 進入烏東然後製造 所謂的這個混亂 或者是用一個假旗行動 來殺害所謂俄羅斯人 讓俄軍有藉口跟理由 進軍烏克蘭 那這樣的動作 也是美方所防備 那中間一個很特殊的部分 就是包含像 先前在克里米亞半島 最後出現的所謂的小綠人 這些小綠人身份非常特殊 因為他穿著軍服 但是沒有任何的徽章 也沒有任何的識別 那這些小綠人事後被發現 原來他是屬於一個 俄羅斯內部一個 非常秘密的一個兵團 叫華格納集團 那這個華格納集團 曾經被指涉說是這一個 普丁的私人部隊 那也是他支柱 不過普丁針對這個事件 曾經公開 澄清說他跟這個集團 完全沒有關係 不過實際上 這樣的一個華格納集團 就是穿著這樣的一個軍服 那沒有任何識別的小綠人 那曾經 這個出現在不管是非洲 甚至敘利亞都動用過 那他這個內部的成員 外界認為可能是來自於聯邦 這俄羅斯的聯邦調查局 聯邦調查局 或者是一個叫GRU 聯邦 俄羅斯的這一個總參謀部 這些成員 而且他成立的一個成員 主要是俄羅斯特種部隊的上校 那更特殊的是 他訓練的一個場所 居然就公然在這個 俄羅斯的部隊裡面 所以也被外界 外界認為說 的確這支部隊是 可能是這個普丁的私人傭兵 那所以在這一次 烏克蘭的這個戰爭裡面 也會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混合式戰爭 即便沒有軍事的動作 也可能開打 所以我們最後要講 就是普丁 他的終極的一個戰略目標 就是併吞烏克蘭 只是手段上面的一個不同 那軍事行動絕對是下策 那現在改採混合式戰爭 或者是用不戰而奪 烏克蘭的一個方式 才是他真正的上策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俄羅斯從這一個 烏克蘭邊境部分撤兵之後 現在拜登仍然信誓旦旦的說 俄羅斯隨時都可能攻擊烏克蘭 同時美國國會推動 最新的制裁的法案 瞄準的方面是 俄羅斯普丁跟北溪二號 然而過去這些年來 這一個烏克蘭自從獨立之後 他的經濟處境當然非常艱難 但是他過去事實上 也賣過武器給中國解放軍 而這一回合 他的軍事軍備跟俄羅斯 有非常懸殊的差異 所以普丁究竟會不會改變心意 在動手 好 明姐剛剛看到的是 俄羅斯的局勢仍然非常複雜 那美國現在另外一個工坊的核心 是在北溪二號跟能源的戰場 可是另外一個部分是軍工的戰場 特別是蘇聯瓦解之後 事實上有一陣子 全世界各國都找蘇聯 去搶購相關的軍工跟武器 對 其實蘇聯跟烏克蘭 就俄羅斯跟烏克蘭 過去其實都是同一套軍工系統 那等於說1991年冷戰之後 其實基本上有30%的軍工企業 還在烏克蘭 那我先談一下 其實這關係過去的歷史非常微妙 那不只中國跟烏克蘭 跟俄羅斯的關係密切 其實臺灣跟烏克蘭 甚至前蘇聯也有一段密使 那有一個訊息大家聽了可能會有興趣 其實早年的時候 我們曾經差一點就買了蘇凱27戰機 那時候這個 就是我們國軍要買蘇聯的戰機 蘇凱27戰 對 而且那時候就後來的 已經看到這個軍情局長的 葛廣明中將也曾經證實過 他還這個秘密到這一個 當時的蘇聯去試飛 那如果當時買的話 現在可能臺灣的戰機 可能不一定是F-16 有可能變成是蘇凱戰機 但後來因為後勤補給各種考量 甚至怕這一個影響美國的關係 所以後來作罷 不過這段密新我們講 回來就是說 我先來談中國跟蘇聯 或者是這俄羅斯之間的關係 那當然當初這一個等於二戰之後 那這一個日本戰敗 那當時這個關東軍 至少遺留了100萬部隊 可以使用的 不管是戰機坦克或者是機槍 那這些後來史萊的決定 要交給解放軍 所以這些變成是解放軍 當初他的軍事武力的一個重要根本 所以你看到1949年 他在天安門閱兵 其實有些裝備都是前蘇聯的裝備 還有包含像日本的這個裝備 那當然還有包含像 後來這一個當然派了非常多的人 到蘇聯去學習軍工科技之外 其實跟烏克蘭的關係 也非常的密切 那甚至到這一次事件之前 其實烏克蘭提供了解放軍 現在的現役的包含像 這個野馬級的氣電船 這是可以用來對台進行兩棲 奪島攻擊 非常具有威脅性的氣電船 也直接技術轉移給中國 那甚至包含像 大家知道遼寧號 庫茲捏佐夫上將號 當初就是在烏克蘭沒有完工 情況之下 直接從那裡拖回來 那再改造成所謂的遼寧號 那主要是因為烏克蘭 他在這個蘇聯瓦解之後 他這個還擁有了當時的這個蘇聯系統的 750家工廠還有140家的科研的這個機構 那包含像非常著名的安托諾夫設計局 他設計的AN-124的運輸機 就是四個發動機 那還有包含像這個全球最大的運輸機 有六個發動機的AN-225 都是烏克蘭所打造 那甚至像這個解放軍 過去在這個仿造 所謂的俄羅斯戰機 把這個蘇凱27改造成殲-11B 那他的過程中 其實包含他的航用雷達 也是跟這個烏克蘭一家叫革新設計局 買了NIIP N001型的雷達 那後來現在最近傳出說 他已經換裝成白頭的殲-11 要改成這個ISAR雷達之前 其實這些航電設備 都是跟俄羅斯採購 那還有烏克蘭 也負責了這個航母上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攔截所 包含像滑跳式的攔截所 都是由烏克蘭所打造 那臺灣跟過去前蘇聯的關係 要講回這個1991年的時候 當時這個蘇聯瓦解 那李登輝總統秘密派了兩個國安會的重要人物 包含像副秘書長林碧照 還有這個張榮峰 那從香港秘密到這個莫斯科去進行訪問 那這有媒體報導中間的過程 其實非常的神秘 那二方甚至直接邀請 這一個兩位臺灣的國安的重要人士 到一個這個很破舊的農莊 去這邊吃晚餐 結果沒想到這個破舊的農莊一進去 裡面居然是跟克里姆林宮一樣金碧輝煌 而且才知道說原來這個是蘇聯的軍事情報局的掩護 所以這樣的過程中當然雙方建立了一個初步的關係 那當然沒有進一步的合作 不過事後就如同剛剛講的 這個臺灣後來派員到這個蘇聯去進行所謂的蘇凱二十七試飛 這也是一個重要的一個意向跟動作 不過還有一個外界比較少得知的是到進入到扁政府時代 我印象中大概2003年我寫過這個報導 其實現在這一個臺灣的軍事情報局非常神秘 大門口一般人是不能進去 不過過去我們採訪的時候 曾經進去他的一個羽農紀念館的二樓 裡頭滿滿擺了很多的這個排位 那這排位就是過去我們的軍事情報人員殉職的人員 那中間比較特殊的是在正前方 我記得可能是右側 右側有一位叫做馬美強 這位馬美強他是一個校級軍官 當時就是秘密派在俄羅斯的一個情報人員 但是很不幸的外界懷疑他遭到中共的情治人員給殺害 所以這個軍情局特別紀念他 所以看得出來過去不管是臺灣或中國跟蘇聯也好 跟烏克蘭其實都有非常密切的這個軍事關係 這些關係也輕動到後來兩岸關係的發展 好那我請教一下承恩 這一次普丁真的是世界政治舞台的核心焦點人物 而且呢到目前為止他也確實是個贏家 是的那麼這一次呢今天2月16號本來是預測 今天就會動兵的那動兵的這個預測 其實是德國這個明鏡雜誌先放出來 但是到目前為止我們沒有看到要打仗 但是普丁的外交手法已經吸引了全世界的注目 到底普丁要什麼大家都在猜 沒有人能夠接近核心所以我們今天稍微談一下 我們有人稱說普丁這次是流氓外交就是陳兵在邊境做事要打 就雙方呢就在做事要來做一個決鬥 但是呢普丁其實他的意呢可能真正不在烏克蘭 他有些附帶的目的比如說挑起不合 挑起去測試烏克蘭有沒有決心去防衛自己 去看看北約的國家是不是團結 還有美歐之間的關係 還有美國對於這塊倒有多重視 這些全部都在測試之中看到有人上鉤了德國跟法國的總理跟總統 分別就過去普丁跟他談判 提升了他的這個發言權 而且呢他們發展出一個叫做四國談判這個諾曼蒂模式要排除美國 所以這些都為他帶來很多的外交的這個手法 外交的利益 那到底普丁的手法是什麼呢 普丁的手法其實跟他的普丁主義 就是他的國內的政治呢 是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那麼這也告訴我們說呢極權政權對於世界所帶來的威脅可以更深入一些了解 普丁主義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分三方面來講 在社會跟經濟方面基本上就是國家壟斷 國家控制一切 特別是國家控制經濟資源 還有石油跟天然氣的這個外賣 然後特別是國家有國際油價上漲的帶來 俄國的這個財政經濟的復甦 但是呢他在內部的分配卻是一個寡頭政治跟裙帶關係 就是用人為親啊 只有跟普丁的朋友跟巧圈圈才能夠分到一杯羹 至於如果你要跟他有異議或是要挑戰他的權威的話 立刻就會被無情的打壓甚至謀殺掉 那麼在國內政治上面就是壓迫 國家高於一切啊 消滅民主政治 消滅公民團體 消滅媒體 甚至司法獨立 消滅異議者 那麼這些換來他的政權的維繫跟安定 外交上面就是我們這次所講的 他要恢復俄羅斯應有的地位 那到底俄羅斯應有的地位是什麼呢 他的想像空間就非常的大 那麼紐約時報有一個文章 就是這個 他的標題叫做 俄羅斯人民是不滿跟憤怒 但是普丁仍然大權在握 非常的這個清晰的講述了 俄羅斯的政治呢 跟民主政治的不同 那麼我們西方觀察大家就是說呢 通常我們看一個國家的政治 或是外交走向要看民意 但是俄羅斯不是 他要看強人 那麼也就是說普丁到底在想什麼 他到意圖在什麼 他的棋盤在打什麼主意 那麼這次的這個整個 俄羅斯的民間社會呢 對於這個目前的局勢 就是有非常的無力 比如說呢 大家就是說普丁就代表了一切 我們都被困在陷阱裡 完全看他要帶領我們去哪裡 但是另外一方面 俄羅斯的歷史告訴我們說呢 它是一個大變動的一個國家 它要不就是沒有改變 穩定的 它要變動就會非常劇烈 歷史上有三個重大的節點 一個是1917年的這個沙皇被推翻 這個紅色革命 另外就是1942到43年的 史達林格勒戰役 它成功了抵抗了納粹的侵略 最後就是1991年的蘇聯挖解 我們分別看一下這些歷史重大轉折點 那麼俄羅斯是一個老國家 它幅員非常遼闊 涵蓋民族非常多 這個經濟資源多 然後治理也不易 但是呢 如何把這麼大的國家能夠放在一起 它有一個強人政治的傳統 在第二時代就是沙皇 但是這個沙皇呢 它是想要在末期的時候 想要進行民主改革跟經濟改革 從沒有成功 它也進行了立憲主義 特別是在像這個1917年之前 那麼對照這個中國的歷史呢 就相當於這個清末的 這個滿清的這個君主立憲主義 同樣也是沒有成功 那麼紅色革命帶來了 史達林的這個獨裁 史達林的獨裁呢 就推行了共產主義跟集體主義 包括這個農場 集體農場的發展 那麼1991年蘇聯瓦解 就造成所有的這個變局 這個變局呢大家都歸就有一個人叫做戈巴契夫 戈巴契夫是一個末代的這個蘇聯的最高的總書記 他推行的是開放政策 他希望呢透過一方面透過經濟改革 跟鄧小平是同時間的 另外一方面推動政治改革 希望呢能夠比較民主比較開放 但是後面兩者都沒有成功 特別政治改革帶來整個這個蘇聯集團的整個瓦解 當時呢所以現在的民調都認為說呢 完全國家失去當時的地位 然後蘇聯瓦解帶來很多的痛苦 那麼都是歸咎於這個戈巴契夫 那麼包括普丁本人 普丁本來是一個KGB 就是俄羅斯的情報單位的駐東德的一個官員 他呢當時呢在做這個Starsity 就是東德的秘密警察總部那邊駐 在這個東德瓦解的時候 他親眼見到民眾包圍這個東德的Starsity 所以他親身有經歷說那個國家瓦解 還有地位失去那種痛苦 甚至呢他在1990年代的時候 他為了這個事還失去了這個投入 然後去開計程車 所以他在最近專訪有特別提到 那麼當時他的整個的轉變就是葉爾卿 葉爾卿我們有說葉爾卿效應 就是在中央政權瓦解的時候 一個民粹的或是受到這個歡迎的人民支持的 一個民主的首長 特別是他原來是莫斯科的市長 後來呢在俄羅斯改成聯邦之後 成為第一任的民選的俄羅斯總統 他也要進行民主改革 可是俄羅斯的民主轉型的路並不平順 因為葉爾卿呢 第一個他的政權呢並不穩定 第二個他推動這個休克的疗法 希望呢把經濟帶起來也沒有成功 並且他現在答應說要讓民族支持 但是在車程要反叛的時候 他卻派兵呢發動了這個不受歡迎的車程戰爭 葉爾卿在1999年12月31號最後一天的時候 吳玉瑾的宣布他要辭職 那麼繼任者是他先前選的普丁 普丁之前在葉爾卿身邊呢 看起來個子小小 但是他是一個柔道冠軍 身上非常精壯結實 眼神也非常銳利 就擁有神 更換他是KGB情報投資的背景 所以他呢當權之後呢 不斷的就是再次連任再次連任 甚至不能連任的時候就交給總理 他繼續當總理 然後改憲法 現在他可以當到八十幾歲 這整個的就是在強人政治的中間呢 還有整個過去的歷史 形成了普丁現在外交手法 好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昨天美國股市反彈 不過昨天晚上 這一個官方數據 PPI生產者物價指數 飆到9.7個百分點 華爾街名嘴都感到不安 韋明我們剛剛看到CNBC的名嘴 昨天晚上美國股市反彈 但是最新公告的PPI9.7個百分點 還是讓金融市場戒慎恐懼 是啊 因為我們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美國先公布了CPI 就是消費者物價指數 其實已經先讓市場下了一大段 所以我們看到了昨天大家的目光 還是放在這個俄羅斯跟烏克蘭的衝突緩解 所以這個數字雖然說是高於預期的 但對於市場的衝擊 好像現在看起來沒有這麼大 那我們看到這個年增率高達9.7% 是比市場預期的9.1%還要來得更高 但股市沒有因此崩盤 就算我們扣除掉了食品跟能源以後 這個核心的PPI 它的年增率還是高達了6.9% 所以我們會看到的是說 它在扣除了這些東西以外 它還是這麼的高 代表是說通膨在整個供應鏈裡面 是一個非常廣泛的存在 我們可以看到是說 在現在這個時間點 大家就會想說 那CPI這麼高 PPI也這麼高 是不是聯準會要在這個地方瘋狂的升息 但其實並沒有 我們一樣跟大家更新一個數字 大家現在在市場上面預期 聯準會在3月份升息 兩碼的機率一樣只有57.9% 那我們現在還要再觀察一個東西 就是美國的公債殖利率 因為公債殖利率反映的 就是市場對於利率的一個預期 那我們看到的是10年期公債殖利率 在昨天是一個大幅走洋 有稍微往上走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市場開始偏好風險 但另一方面我們看到 兩年期的公債殖利率 就沒有出現這樣的情況 代表的是說 市場已經把目前的高通膨 已經pressing進去整個價格裡面了 那我們看到整個就是 我們根據蓬勃它的實際值跟預估值來看的話 那我們就會看到了 預期跟實際的差距還是非常的大 到底市場會不會在未來一段時間 忽然再回頭看 哇 這個數字這麼驚人 我們還不知道 要繼續看下去 但是在這個地方啊 通膨惡化基本上大家都已經看到了 那消費者在這邊感受最深 而且啊 我們要注意到 在之前公布的美國消費者信心指數裡面 居然只有61.7% 市場預期是67.0%喔 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大家感受到通膨的壓力 所以啊 他們在這邊信心不足的情況之下 可能導致需求萎縮 那我們啊 除了整個通膨是大家關注的 昨天大家看到這個烏二關係緩和以後 那這個撤軍消息一出 我們就看到全球的股市先飆再說 那我們也看到了這一段時間啊 就是在 欸 這些黃金原油 還有這些黃小玉 在過去一段時間 受惠與烏二衝突而大漲的這些大宗商品 全部股價都會在那個時候 就先出現一個明顯的下跌 那我們看到美股昨天出現了反彈幅度 大概1%到2%不等 那歐股也是1%到2%不等 俄羅斯指數甚至大漲了5個百分點 那台灣加權指數今天也是持續反彈 所以亞洲股市表現相對都不錯 那另外美元指數的部分 昨天因為避險情緒緩和下來 所以在當下就先走跌 那最後其實沒有跌這麼多 只跌了0.4% 但是原油就沒有這麼好過了 原油最後跌了3.32% 那那個數字呢 我們就是幫觀眾朋友更新一下 那另外天然氣的部分更慘 居然跌了11.47% 到目前為止都還在跌 下跌7.26% 那我們還有講到關於貴金屬的部分 黃金也是下跌 那昨天講到的爬金下跌4個百分點 鎳跟鋁相對的受到衝擊就沒有這麼嚴重 所以市場其實都還在持續的消化這些資訊 那另外啊 這些關於通膨 關於俄羅斯烏克蘭緊張 我們還要去觀察到美國的科技股 因為科技股對利率最敏感嘛 所以啊 我們就看到麥格里的分析師在這邊講說 FANG FANG已經進入夕陽階段 我們沒有想到會來得這麼快 那其實 本來是META跌了快三成 可是他現在連其他的一起唱衰就對了 他就像是一個傳染病一樣擴散出去 因為過去 我們從第一代的科技公司到第二代 只有微軟活下來 那現在從第二代的科技公司到第三代 還有誰會活下來我們也不知道 所以我們看股價 股價會說話 META從今年到現在已經跌掉了34.72% Amazon比較好一點跌8.15% Netflix一樣 他們的成長慢下來了 所以跌了31.79% Google一樣他是搜尋引擎的龍頭 所以跌了比較少一點跌5.78% 可是科技股在這邊都還是持續承受壓力 我們在去年的時候一直幫大家追蹤的馬斯克賣股票 他在去年11月19號到29號這段期間 其實他不只是賣股票 他好像還傳出他有捐股票 他去年就是邊賣股票 邊行駛齊全 買入更多更低價的股票以外 他還捐了大約1600億台幣的股票 給慈善機構 當然有人說他捐給慈善機構 是所謂的DAF 也就是所謂的捐助者建議基金 是一個不公開透明的 但是他一定有他的節稅功能 那我們在這邊也要看到 Tesla的大競爭者就是Rivian Rivian他在昨天又大漲了將近6% 那其實他在前一天也已經持續大漲了 那我們會看到說 這一段時間Rivian的股價連續出現走勢 最主要就是因為他獲得了非常多 美國非常多州的養老基金 開始建倉買入Rivian的股票 那像是貝萊德、摩根大通、德意志銀行 甚至索羅斯旗下的基金 Soro Fund也在這邊建倉了Rivian 所以我們會看到 像是Amazon也持有Rivian 20%的股票 那在這一段期間 股價其實也跌得很深 我們直接看股價 那Tesla昨天漲了5.33% Rivian漲了5.81% 雖然看起來Rivian的線圖很醜 但是他其實在底部這邊出現的反彈 已經非常強勁 這兩個電動車巨頭 到底要怎麼去做競爭 我認為觀眾朋友可以持續去做關注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昨天這個惡物邊境的緊張關係 稍微緩解之後 整個金融市場豬洋變色 不過美國官方數據 PPI能量高達9.7個百分點 所以通膨的壓力 真的是一波比一波還要兇 那另外一個壓力 事實上就轉換到聯準會了 一定這一次 美國聯準會到底會不會升息 也衝擊著加密貨幣 事實上最近幾個月 大家都在討論一個問題 就是說美國聯準會 今年到底會升息幾次 然後每次會升息多少 但是呢一些 然後我們就想像說 就是美國聯準會裡面 有一些老先生老太太 他們在開會 裡面有歌派有鷹派 然後討論完以後 他們就可以決定說 要升息還是不升息 但是事實上有一些 比較悲觀的人認為說 這個美國升息的後果 會非常的嚴重 所以我們現在應該要問的問題是什麼 是美國聯準會敢不敢升息 他甚至於能不能升息 都是一個問題 這怎麼講呢 這是因為美國的國債 現在已經累計到30兆美金 那這個30兆美金裡面 當然有長債有短債 那如果說短債到期了 那就得發行了新債 去還那些舊債 那我查了一下資料 就是美國在2021年 這一整年裡面 他總共發行了超過19兆美金的新債 所以如果說美國升息1%的話 每年就會增加1900億美金的利息支出 那如果現在原來那個利息 原來是1%左右 如果它升息到6% 就是在之前那個 經濟發生問題之前的水準的話 那不得了 它一年的利息支出 可能就要超過一兆美金 那一兆美金是多大呢 就是我看一下 就是說美國在2021年的 聯邦政府預算 它的稅入大概是4兆美金 那稅出大概是6.8兆美金 所以如果它增加了1兆美金的利息支出 那是不得了的事情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美金 事實上有人非常悲觀 就是說認為說美金已經走到 它生命週期的後段 那我們看歷史上 幾乎所有的貨幣都會有一個生命週期 一開始是硬貨幣 Hard currency 然後後來會變成什麼 硬貨幣的兌換券 然後最後變成法定貨幣 Fiat money 然後這時候呢 政府就會開始大量印鈔 然後印鈔到最後 它就崩盤 崩盤以後 這個貨幣就變成毫無價值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就拿美金來做一個例子 美國在開國初年的時候 從最早開始 它自己鑄幣是在1794年 那一開始 它們發行的是那個銀幣 美金事實上那時候是銀幣 後來到1849年的時候 因為在加州發現金礦 所以美國它覺得它黃金多了 就開始發行金幣 然後這個一直用一直用 都是只有金幣 這個就是所謂的硬貨幣 它真的是硬的 然後到了1861年的時候 因為美國發生南北戰爭 那這時候因為它的軍費支出非常大 所以美國政府 它實在沒有那麼多的金幣跟銀幣了 它怎麼辦呢 它就發行紙鈔 可是它發行紙鈔的時候 剛開始大家不相信這個紙鈔嘛 所以它上面寫的就是什麼 事實上這個紙鈔是一個金幣的兌換券 OK 就是說你平券可以兌換多少金幣 事實上一直到1927年之前為止 美國的鈔票上面都有一行字 就是說字不是很大 但是上面寫說 We'll pay to the barrel on demand 意思就是平券兌換 我們那時候拿1971年以前拿到美鈔 事實上是美國金幣跟銀幣的兌換券 可以這麼講 然後這時候就進入到第三個階段 就在1971年的時候這時候因為美國設入越戰 它的支出再度就是很大 然後它就一直發行紙鈔 那這時候有些人就開始對美鈔發生懷疑了 就拿著真正拿著紙鈔到美國政府裡面 那個要去兌換金幣 就後來尼克森總統一開始是宣布說 暫停兌換 然後後來他乾脆在那個1971年8月15號 他宣布說美國的美金跟黃金就脫鉤了 以後你拿美金到那個美國政府去換黃金 他不讓你換的 結果那個時候一開始大家就很擔心說 美金應該會大幅貶值 但是事實上並沒有發生 這個事情為什麼沒有發生呢 為什麼 因為美金是國際儲備貨幣 那就很妙 就是美國它一直印鈔票一直印鈔票 可是它印出來鈔票 就可以拿到外國去買東西 而且外國都很高興 把它拿起來存起來 很高興像台灣像日本都講說 我銀行那個中央銀行 外匯存底有多少 有多少多少 事實上都是美國印出來 就是那些紙而已 然後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就是說美金事實上 就是其他各國的硬貨幣 我們以前講硬貨幣是真的是 金幣銀幣是硬的 可是現在我們講說 以前用金屬當硬貨幣 現在用美軍大權威權當硬貨幣 拳頭很硬 對我們現在講說Hot currency 事實上意思就是美金的意思 但是現在美國政府就遇到 我們剛才講的那個難題了 因為通膨飆升它必須升級 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國債龐大 他又不敢升息 然後如果他印鈔過量的話 美金就可能會大幅貶值 那這時候美國的政府有幾個選擇 第一個選擇他當然是什麼 不升息 可是不升息的話 他通膨會惡化 那第二個選擇是什麼 他升息 然後增加出來的這個利息支出呢 我就加稅 來支付這個額外的利息 這個是政治上的自殺 幾乎沒有人會這樣幹 那第三個方法是什麼 就是我升息以後 印鈔支付額外的利息 這聽起來就完全就不對啊 因為我原來是要對抗通膨 結果印更多的鈔票 那通膨不是又惡化了嗎 所以最後一個方法是什麼 就是我發債來養債 以債來養債 那我不曉得說 美國聯組會那些人會怎麼想 如果換了我的話 我一定會想說最後一個方法 我以債養債 然後拖到我這個任期結束以後 就留給下一任的那個聯組會的人 或者是下一任的總統 讓他們傷腦筋了 然後我們再來看就是說 國際儲備貨幣的歷史 以前事實上在18世紀的時候 荷蘭頓是世界的儲備貨幣 19世紀的時候英鎊也是國際儲備貨幣 然後他就經過那個生命週期 然後最後都是他大幅貶值 因為印了太多的紙鈔 然後就被下一個國際貨幣給取代掉 所以現在各國事實上也在擔心這個事情 就是美國已經印了這麼多鈔票 然後欠下這麼多國債 那怎麼辦呢 我們就要找下一個儲備貨幣 那可是呢這時候又有問題了 就是說有些人之前在想說 要用歐元或者說日幣做儲備貨幣 可是歐洲各國跟日本 他這些國家他的那個欠債的情況 事實上不但不比 更糟糕 搞不好還更糟糕 比美國更糟糕 所以呢這時候大家就想 一個方法是什麼 我回到黃金 可是黃金的量太少 現在沒有辦法 拿來做取代美元 然後這時候大家就想什麼 用比特幣取代美元 然後真的有人這樣做嗎 真的有 薩爾瓦多就是這樣做 原來他只是用美元當做他的貨幣 現在也用比特幣 好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香港的疫情還在惡化失控當中 今天港媒官媒直接說呢 習近平只是抗議壓倒一切 但是全球的媒體現在最終注意 中國七常委已經從畫面版面消失 八天沒有現身 是我從後面講話 習近平在2月4號5號也就是北京東奧開幕式的時候 哇那時候轟轟烈烈的接見了各國元首 包括了普丁的快閃等等之後 可是就在2月5號之後 不只習近平本人已經沒有公開露臉 連七常委再加上國家副主席王岐山 一共八個人 到了今天都還沒有正式公開露面 大家就懷疑這個中國的高層怎麼了 因為這是極為罕見的狀況 所謂公開令就是你有真正的現實的影像出來 在這段時間當中只有三件事情 讓這七個常委加王岐山八個人有出來過 一個是李克強在2月11號針對糧食問題 發了一個書面指示 讓胡春華去宣讀 第二個是王岐山 他因為要參加馬克宏所主持的一個 叫做一個海洋的國際高峰會 所以他用了預錄的方式去致詞 第三個就是習近平 他們才講到的 針對香港的議題去做指示 但是全部都沒有露臉 這讓人覺得奇怪 通常沒有露臉 只有兩種可能 一個就是北戴河會議 因為大家都躲起來就開北戴河了 那問題是北戴河不是現在 那第二種大家想說 是不是這一些常委們 在北京都要開幕式的時候 跟各國元首會員的時候 一種有人染疫 第二種就算沒有染疫 是不是要隔離的情況 不過這個情況 我想下禮拜就會有明確答案 因為下禮拜中共的政治局 的例行的月會要召開 而且是在兩會之前要召開 這時候七個常委出來的狀況 大概就可以了解到 他們現在高層政治目前的一個問題 但是這其中最特別的是什麼 是習近平他針對現在香港嚴峻的疫情 發了一個書面的指示 這個指示的內容 反正簡單講就是全力協助 有求必應 你要講到香港疫情 要讓習近平說有求必應 那代表什麼 代表香港現在疫情的嚴峻程度 比預期來的想像 現在已經傳出來幾個東西 第一個香港要移植整個中國的方艙醫院過去 那你知道香港的疫情的狀況 第二個連新習派的全國政協委員 劉兆佳今天都傳出來說 這個本來三月份要舉辦的這個 香港特首選舉 可能會因為疫情的關係而延期 他強調說沒問題 七月一號我保證會有一個新特首 但是三月份的特首選舉 可能會延期 那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習近平在這一段時間 針對香港的議題當中 特別去做這樣子的指示 你可以顯出香港疫情 現在的嚴峻程度 恐怕超乎我們大家的想像之外 好 今天謝謝大家收看年代向前看 也提醒我們忠實觀眾跟粉絲 掃描QR Code 訂閱年代向前看 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同時在IG臉書 推特特館上面都有官方的帳號 歡迎大家分享訂閱追蹤跟收看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謝謝大家 哈囉 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頻道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